来到哪个非常兴奋啊 终于到手了 大家看一下BCM Air的这支MCMR 11.5英寸的这个GBB RIFLE 好吧 就VFC代工的 然后刚刚收到 刚刚收到 就直接来做开箱吧 还没有来得及拍这个详细的视频 刚刚收到 非常兴奋 23号 8月23号上市 收音 很有力量 感觉很有力量 好舒服 好舒服啊 这个声音 好 听着Reset 一点点 能听到一点点 能感觉到一点点 嗯 就是 这个扣下去 跟这个拉起来的感觉 哇 这个 因为我上一次的VFC 还是它的2018版 2018版的那个 Marketing Mode 1 对 总之三年之后 这支是初必买系列 初必买系列 就BCM毕竟很有口碑嘛 在真铁戒里面 就不算什么 不算很大的厂 但是 对吧 这真铁戒产品还算不错 好吧 里面的包装就是这样 还是VFC的风格吧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看一下这一包 这一包应该就是说明书 跟这个弹夹在这里 基本上 这说明书入单器 带一个入单嘴 好吧 说明书 然后这边是弹夹 加三片 这个1913的鱼轨 肯定是M-Lock M-Lock 弹夹上有这个BCM BCM的壳子 好 重点来了 来看一下 11.5英寸的 M-Lock系统 没有跟前后描的 没有前后描 好吧 这个都是BCM BCM授权的 它这回这个BCM授权 感觉还是像是控制的VFC下面的 但是据说VFC为了这支 就BCM-L 第一支GBBR 它还挺有诚意的 就能补很多的换了钢键 这些 包括前后很多配件的 这些都是 都是BCM BCM产品的 这里稍稍有一点晃度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如果收起来的话 这样还不错 11.5英寸 我是比较喜欢10英寸的 4英寸的 11.5 握着还不错 感觉还可以 长的不是太多 这个手感 然后这个cover 看见没有 这很好看 它这个是橡胶的 PVC的 之前我一直以为是金属的 好吧 这个 这个手感 手感还不错 MCM2这个鱼骨 11.5 它应该有三种 三种还是四种规格 它原装首发的 跟着就是这个 包括这个火帽 这都是BCM BCM 还有 握柄 握柄 然后后托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拉起来 拉起来 感觉确实不错 总之就简单拍一下吧 这个我们之后会详细拍的 好不好 我们还专门 专门为这只要写个稿 因为这个不写稿 这是不知道怎么介绍 再说稿子 它这个VFC自己都已经完全写好了 好不好 它这个 对 照着它的写就行了 哇 这个重量还是有一点的 重量还是有一点的 然后看见 它这里后托这些 就不是原版的 都是BCM Air的壳子 价格不菲 但是说这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加一点 你可以买一只 买一只 还不如买一只 一只上个原版 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 对啊 这就是亚洲版 亚洲版的 美国还不知道有没有 美国那边还不知道有没有 哇 非常开心 这会没有VFC 特有的金属的味道 好吧 这个我们之后详细来拍一个 好 大家有兴趣给它看一下这个包装 归一下这个包装 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就是这么低调 我就喜欢这种低调 不是一一针这种 一整个枪的图案在上面 对啊 就喜欢低调一点 这个标签一定要有 然后 这种防伪贴纸 只有一个VFC自己 所以它这只感觉 除了盒子上印的BCM之外 并不像它之前的 科特啊 或者SIG的这些 可能防伪啊 一些认证的标签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开头说的一些感觉 好 然后这边就是 一个二维码 这个是网站的 BCM Air的网站 它这个网站是在VFC的这个网站下面的 对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一个产品编号吧 这个字比较小 这个就是VFC的公司的标识 然后这面 这面一样的 没什么特别 一个多国语言的 不知道说了什么鬼 对 然后 对 简简单单 好吧 就是一个黑盒 简简单单 尤其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了 就是也是看Facebook 就两三年前VFC的 不是不是VFC 就BCM BCM的 还有Level Vicker 他本人也去过 就去过台湾 他们办了一些课程 好像 反正应该跟VFC估计也有接触了 那个时候应该也有接触了 所以有这么一支合作的产品 授权的产品 也不意外 Airsoft市场 就是 就是一块很大一块蛋糕 你感觉 VFC也是很给力 就会A1G跟GBB平台 然后这一支 直接两个平台都安排了 就从他们上市前的介绍来看 反正感觉是很有诚意 这个就我们之后再拍一下 应该 应该是 应该是没什么差的 对 这个之前看日本 日本那边的YouTuber 已经 已经那几个媒体 已经拍过 他们已经提前拿到这支 拍过一下 所以 看看我们能拍出点什么新东西 好 好 感谢观看